前几天遭遇枪杀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举行葬礼 为了表扬安倍晋三出任首相期间 积极推动以美日关系为基础的外交和经济安全政策 日本政府颁发最高等勋章 大声为菊花张锦士给安倍晋三 除了外国元首 安倍晋三是二战之后日本国内获得这份荣誉的第四人 同时日本首相官邸这两天也降半期以示哀悼 而为安倍晋三首领的东京曾上寺 今天早上也有大批民众聚集 向安倍晋三献花之爱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 今天中午在东京曾上寺举行 由于仪式不对外开放 因此曾上寺一早就迎来大批不舍的民众 向安倍的一项献花 即使天气炎热 排队人龙还是一排接着一排几乎看不到尽头 但每个人都耐心等待 要给安倍献上最后的敬意 葬礼结束后 临车一开出曾上寺 马路两旁送行的人潮 马上响起掌声和叫喊声为安倍送行 而安倍的遗孀安倍昭惠 则在车内手捧排位 向沿途的民众致议 临车再送安倍的遗体绕行 首相官邸 国会和自民党总部等地 做最后的政治选礼 接着再往殡仪馆进行火化 并安葬在山口县的家族墓园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